浙江有擅长雕刻的手艺人 别出心菜 自创牙齿雕刻 咬出的作品走红网络 报纸 苹果 豆腐 这些生活中常见的材料 到了浙江金华手艺人 王伟廷的手里 都能够变成精美的雕刻作品 做过电脑工程师的他 虽然没有受过专业美术培训 但是他自认有创意 有想法 近年内地短视频产业发展迅速 他将自己的作品上载网络 吸引不少人观看 一次网友的评论更加启发他 尝试牙齿雕刻 这个用苹果咬出的 乔布斯展映 唯妙唯潮 这条评论我就在想 我说是不是 能用牙齿来尝试一下 能不能 是不是真的可行 想到那个苹果可以用来 钓那个乔布斯 王伟廷就说牙雕需要熟能生巧 难的地方在于一边观察 一边用牙齿去找对的位置 有时咬了成两三个钟 才能够拍出一条几十秒的影片 现时王伟廷在短视频平台 累积了超过一百万粉丝 他说会继续尝试不同的创意 期望凭借自己的手艺增加收入 带给家人更好的生活 无线议事记者李敏一报导 我说会继续尝试 我说会继续尝试 我说一下